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5号星期二 昨天乔治亚州的州务卿曝光了和川普的电话录音 然后左派的媒体们就疯了 开始说什么川普怎么施压 然后什么利用权力怎么样 然后又要弹劾 反正闹了一顿 然后也引不起什么波澜 为什么 因为他大家都能听到出来 那个录音是经过大量剪辑了的 对吧 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像我们现在这一期是多少 是3305期 录了3000多期 你从前面你随便捡一点 这捡一个词 捡一句话都操在一起 你说什么的都能捡得出来 对吧 所以他整个录画时长是一个多少时 最后他捡出来了一个四分多钟 给大家听 是怎么回事 是上周六川普总统 就2020年有欺诈行为的 乔治亚州的大选 和乔治亚州的州务卿的布拉德拉芬斯伯格 以及乔治亚州的选举官员 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一个电话会议 首先来讲 这不是一次私人通话 这个是跟周国卿 以及乔治亚州当地的地方官员 一起是整个的 是一个电话会议 是大家一起谈了 谈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这里边来讲 说实话 就不太可能曝光出什么太内幕的消息 真正有内幕的消息 一定是咱俩人 然后私下聊天 通过电话 通过这种视频会议的可能性就不大 大家都是成年人 都很明白 有可能出各种问题 对吧 当然了 估计也没想到 乔治亚州州务卿能这么不要脸 就把这个就扔出来了 但是下面还有很多小的地方 群聚官员比较多 然后又通过电话会议的走 对吧 视频会议 或者这种电话会议连线走 那很有可能就被人录音被曝光 所以大家在说话的时候 实际上还都是比较小心和比较正常的 所以这一个小时弄出来之后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总统和州的州务卿 和地方宣经官员的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 但是华尔顿邮报就减了个四分多钟出来 点了个四分多钟出来 网上有 大家想去听 可以去听听 四分多钟也没听出了 所以然来 就因为川普他用了一个词叫Fund 就因为Fund就拿这个词 就围绕着一个词 因为实在是也剪不出什么来 就围绕一句话里边的一个词 来做文章 然后昨天贺锦丽 民主党的大佬们就全都出来了 大家想拿这个能不能来一次 什么意思 就是说1月6号挺川大游行 就像大家之前 骗一下老百姓 让老百姓冷静冷静 让一些人就说不要去了 担心人去的太多 就这么个意思 有没有效果 说实话 这能有什么效果 因为主要是剪了半天 也没剪出了 所以然来 对吧 华尔顿邮报还是不够狠 华尔顿邮报 是剪得一句一句的拼在一起了 要我说 你干脆就一个词 一个词的拼在一起 你这样能剪出一些更狠的来 对不对 华尔顿邮报还 就是说 怎么说 就当了婊子 还要立牌放 你知道吗 你都已经要剪了 你干脆就给它剪狠了 你就剪成一个什么 我疯了 我要怎么着 对不对 你剪点这种狠的 对不对 出来 对不对 又没有 所以就这么个意思 昨天闹得很凶 今天你看就没人提了 因为实在是没什么 就是干巴巴的 没有内容 你知道吗 就光想靠几家报纸 和几个左派的 几个左派的大佬们 左派的媒体们一起哄托 就是说你炒菜也是 你懂吗 你就一根黄瓜 你再请什么大厨来 怎么着 他也是根黄瓜 你懂我意思吗 你好歹你弄点什么 就是说 我觉得大厨 最起码炒个 丢个鸡蛋 你哪怕弄黄瓜炒鸡蛋 对不对 他也能展示点实力出来 对吧 你就光弄根黄瓜 他能怎么办 对不对 或者你给他一把米 来大厨给我展示 对不对 连盐和醋都没有 对不对 你哪怕你自己加点盐 加点醋 是不是 天盐加醋的 对不对 你黄人的药 往里面稍微加一点 给的太少 就没什么意思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长达一个小时电话会议 主要探讨什么 就是谈乔治亚州大选舞弊的事 只字不提 只字不提 一个小时的事都在谈大选舞弊的事 对大选舞弊一字不提 光提其他东西 所以为什么一个小时视频 最后只能剪出来四分多钟 因为剩下的五十多分钟 都在谈大选造假作弊的事 所以不能提 一个字都不能提 整个视频 这一个小时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这么回事 乔治亚州 福尔顿选的选票 计票完了之后 他不是邮寄选票吗 计完了之后 你能把人选怎么办了吗 割碎纸机粉碎了 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 怎么可能 当天计完票马上就粉碎了 你是怕什么 你是怕茬什么 按理说 大选结束了之后 应该留一点时间 让你去复查 你就讲究最简单的 你就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邮寄一个东西 UPS或者FedEx 我们邮寄一个东西 有没有他们有个Truck number 对不对 你拿Truck number 你去查的话 他通常都会给你留几个月的时间 方便你的到时候去查 记没记到 那边没收到 这边记到了 怎么回事 对不对 他都会给你留一点时间的 通常不会说 这今天包裹到了 明天就把Truck number 整个给你刷了 查不到了 一般来讲不会这样子的 万一出点什么问题 那个时候没收到 这个时候收到了 大家就有一个矫情 对不对 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2016年的大选的 投票结果 还有审计 到现在还可以查 就是说你即使是4年之后 你想查2016年的大选 你还是能查的 但是乔加州 富尔顿选 2020年的选举 现在就已经查不了了 11月3号做的选举 1月5号 不是1月5号 12月3号就查不了了 不是是一个 一周 第三天就查不了了 就搁了两天 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马上把选票 全部搁到碎子机里 粉碎了 就是说你哪怕 你说你说你富尔顿选 选票做假 他说行 你拿到证据来 好 那你拿选票出来 我们查选票 对不对 选票没有了 都被粉碎机粉碎了 都是碎子 不让你查 没法查 你觉得这能是对的吗 咱别说你是一个美国总统大选 你就在中国选一乡长 对不对 可能我们这个村 选个村长 对不对 村长 乡长 差不多 选个村长 我们这个村可能有多少 一般小点的村 50户 50户人家 一户有那么四五个 对不对 二三百人 然后我们 比如说三百人的一个小村 我们选举 可能有投票权 可能最后就一百多个 150个人 150个人投票 投完票之后 村长拿出来 把票寄完了之后 好 我连任了 我当选了 然后 村长说不可能 我们没选你 你怎么会 对不对 你贪污腐败 我们想换乡长 你怎么会当选 我当选了 你们投的 你没投别人投的 那不对 那你把选拿出来 咱们看看 选票那个 割碎纸机 已经粉碎完了 没有了 你们相信我 我已经检测完了 这次选举 是有史以来 最公正 最安全的选举 选票 我割粉碎机里了 那相当安全 那是什么 就为什么林伍德 朱利安尼说 说这场美国大选 就是感觉不像是 在美国 这么一个民主国家 发生了大选 他像是一个 在第三次世界 第三世界国家 发生了大选 像是在委内瑞拉大选 像是在中国 选他们乡长 你知道吗 就中国选个乡长 我相信那村长 他都不改 就第二天 就把选票全都烧了 一把火烧了 你知道吗 那都说不清楚了 福尔顿县 第二天就把选票 都割碎纸机里 全部粉碎了 然后东米诺的投票机 全部搬回去 知道吗 邮寄选票 全部粉碎 电脑选票的话 出来结果 结果一计 然后把投票机 全部搬走 全部消除 把所有的记录 全部清空 不让你做任何的复查 我说的结果就是 你就相信我 这是有史以来 最安全的选举 整个一个小时 都在说这些东西 川普就不明白 你一个州务卿 你们州出这种事情了 你怎么跟人交代 这种是丑闻 知道吗 如果像这种 一个小时 大家在谈这个 就是你的选票 最后搁了碎纸机 第二天 把电子选票的记录 全部清除了 这种丑闻出来了之后 按理说 媒体拿到了 这种录音的话 首先震惊的是什么 是怎么会把选票 粉碎了 对不对 是怎么会把投票机 清除了 但是媒体没有 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的 电话录音 有50多分钟 都在谈这个 媒体全部把这些 全部屏蔽 只拿出四分多钟来 说别的的时候说 就是川普说了 川普说你州务卿 必须去查这些 如果你不查这些的话 这些都是违法的 是违宪的 这都是刑事犯罪 怎么能大选之后 把邮件选票 都给碎纸机 粉碎了呢 然后 华盛雷报说什么呢 说川普威胁 恐吓乔尔亚州州务卿 拜登的儿子 在乌克兰 贪污腐败 然后呢 川普说 你们怎么能不查呢 就因为他是 美国总统的一个 美国副总统的一个儿子 不能说在你们那儿 就胡搞 你们就不查呀 然后呢 要弹劾川普 对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 在乌克兰 贪钱腐败 只字不提 只说你川普 不应该让乌克兰 去查拜登的儿子 然后川普 让乔尔亚州的 州务卿去查 为什么 选票第二天 就割碎纸鱼粉碎了 都没有投票机 就被清空了 然后呢 这个不提 谈的川普呢 威胁乔尔亚州的 州务卿让他去查 就是你觉得 这个世界整个 就已经疯了 这个世界完成 就颠倒了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说这场大选 已经不再是一场大选 这是一场政变 就在这儿了 对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的丑行 只字不提 谁查他 就要弄死谁 谁都不许查 亨特拜登 说实在的 嫖了谁 怎么嫖的 哪来的钱嫖的 不许说 亨特拜登 拿了夜点名的钱 不许说 在乌克兰拿了多少钱 不许说 谁说 就弄死谁 谁查 就弄死谁 我不知道 华盛顿邮报 是怎么想的 我希望华盛顿邮报 如果还有一点脸 还要一点脸的话 干脆把这一小说录音 完整完 全部出来 别剪辑 不是一个到二十吗 你把它放出来 你放过斯文德中 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你就最简单的 我之前说到三千多七 你这凑几个词 那凑几个词 凑在一起 那没有了 没有了上下距之后 完全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有本事 把整七拿出来 从多方到尾 我们听听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搁在碎纸机 给粉碎了 你把这一个小时 录音拿出来之后 咱们让老百姓看看 老百姓到底是关心 川普跟这个 乔治亚州的州务卿说 你这是刑事犯罪 还是关心 乔治亚州的这个州务卿 把这个东西都给毁了 把基督都给毁了 你看老百姓到底关心什么 还有这个乔治亚州 这个州务卿 这哥们有点意思 之前就是他通过了 完全扩大邮寄选票 按理说 他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按理说是要乔治亚州的 众议院才有这个权限的 就是他通过的 是他同意这么搞的 搞完之后 又是他同意的 把邮寄选票都粉碎了 然后川普跟他说 你这样不对 你这样是违法犯罪 你是刑事犯罪 然后又是他 把这个录音 同给了华盛顿邮报的 全都是他 这哥们到底在搞什么 这哥们是一共和党 你这么搞的之后 你以后在共党上混吗 这哥们等于放弃了 完完全全放弃了 自己的政治前途 就美国人觉得 这种叫什么 叫ret 就是老鼠 就是耗子 出卖自己同党的同志 而且出卖给谁了 出卖了给他左派的媒体 他都不是拿给了Fox 就你好歹你拿给Fox也行了 他拿给华盛顿邮报 一个共和党 完完全全倒向了 民主党那边 什么意思 为什么 这个人还有政治前途吗 这个人还能选吗 他再出来选几个话 民主党会选他吗 你是一个共和党 民主党怎么选你 共和党还会选你吗 你这么搞的之后 没有共和党 他会选你了 他完完全全放弃了 自己的政治前途 那么他在追求什么 他自己的事业和政治前途 完完全全放弃了 那么他要的是什么 他总得要点什么 总有点追求 我就不知道到底左派们 民党那边许给了他什么 或者拿到了他什么小辫子 能够让他在这件事上这么做 我觉得这哥们是可以好好查一查的 当然我知道 我一说要查这哥们 完了 我也得了 我也得了 我也是什么 就是要把我一拳打翻在地的踏上一万只脚 叫我总是不得翻车 你怎么能查他呢 对不对 你怎么能查亨特拜登呢 你怎么能查乔治亚洲周卿呢 对不对 你们干了什么呀 为什么你能干我不能查呢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